这一题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它题目其实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差别是说刚刚是乘积 那这一题的话是什么 次方计算 诶?什么叫次方计算? 也就是说底下这个输入 本来这个A嘛 这个是B 然后A的B次方 也就是说14的三次方 14乘14乘14的结果 也帮我把它print出来 OK 所以呢 几次方的话呢 它其实跟这个乘积有点像 但是又不太一样 因为乘积是一个乘号 一个星号 那次方我们前面讲过 就两个星号 所以乘乘就好 也就是如果你先504 其实你其实大可 甚至你可以拿什么 拿那个502的这个拿来改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先把第一步写出来 第一步的话基本上 我们前面是A跟B的input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假设产生一个新的空白 那这边的话 当然输出结果 第一阶段是先计算几次方 所以A的几次方就乘乘B就可以了 OK 所以第一阶段完成了 就这样 跟刚刚蛮像的 少一个星号而已 试一下 题目是要我们做什么呢 这个14的三次方 所以我们这边就输入14的三次方 如果得到是2744 那第一阶段就成功了 OK 但是第一阶段它并不具备有 这个传值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势必要怎么样 再把上面这个 诶 有没有 改成compute的 然后呢 能够传两 传两个参数 那当然做法 第一步啦 如果固定SOP 一 请你在第一行 Enter两下 移到第一行 第二个的话输入DF 后面的话 加上一个compute 刮弧 那传两个值嘛 当然 如果你用A跟B 应该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 如果题目要X跟Y 你就给X跟Y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就Enter 再来的话 计算 请你在这边计算 所以这边一样嘛 甚至你可以拿刚刚来抄来改 等于什么 XXXY 然后最后把这个 NS怎么样 return 这边有 NS 然后呢 再拿这个 把这个compute 直接拿到哪里 拿到这边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A 这边改成B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把这个 丢到这边来 然后帮我层层完之后 Return 回来结果 放在这边输出 执行看一下 14 Enter 3 Enter OK 那没有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502跟504 还蛮像的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 那把画面还给各位 试试看